中共或使因招对抗贸易战以不成文规则保护美国,美国专家日前表示中共可能会把网络安全标准作为隐形工具用意对付贸易战,美国专家日前表示随着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中共可能会把网络安全标准作为隐形工具用意报复华盛顿来世凶猛的关税施压。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新闻频道,CNBC8月14日报道中共在贸易战中几乎已无牌可用,无奈之下可能会使用阴招,损害美国公司的利益那就是利用政府发布的网络安全操作指南,按地理限制外国公司的发展。 中共为控制国内舆论而一直严管网络,并针对防火墙和软件等技术,自主的行业发布指导方针,但是外国公司的中国商业伙伴却通常把这些指南当作强制性规则。 美国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在本月初发表的报告中说,北京在过去几年里对网络安全已发布了近300个新的国家标准报告称。 由于增加了这些标准外国公司已越来越难进入中国市场,因为中共可能会利用新标准以难料的费用及延误经营的方式打击外资企业,甚至会导致外国公司在中共的企业关张专家们担忧,伴随贸易战火热交火,美国公司会受到中共无形的坑害专家指出,如果中共真的这么做,那么美国公司面临的代价将难以估量。 而且,也会对外国公司造成长远的影响,而不止于当前的紧张局势,也就是说,即使关税战结束,中共也不太可能放松这些网络安全标准。 CFRS警告说这些不成文Wayton的规定可能成为中共手中的隐形工具,Invisible Tool用来对付美国的关税报告指出虽然这些规则被官方说,城市推荐性的但在按照法规引用时实际上变成了法律要求美国科技智库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副主席, 埃泽尔、Steven Neville,认为中共很可能会把技术规则当作贸易战武器但是,他希望中共最终能够把当前的美中贸易冲突,用作对国际社会开放的机会而不是用不公平的内部做法再次行骗。